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唐欣 本文由作家杰夫·米尼克撰文 大纪元记者云川编译 责任始于梦想中 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集责任的序言 后来成为美国诗人和短篇小说家德尔默·斯瓦兹 最著名短篇小说的标题 这句名言也可以作为加拿大心理学教授、临床心理师 同时也身为作家的乔丹·彼得森的两本畅销书 人生的十二条规则、混乱的解样 以下简称十二条规则 和超越秩序十二条更多的人生规则的主题思想 彼得森的两本书都是融合了哲学、文学和个人意识的自助指南 为他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彼得森曾由于服用大量的处方药而几乎死于非命 但在此前,他是一位博受欢迎的演说家 他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演讲厅和礼堂里发言时作无虚席 他的YouTube影片也吸引了数百万的粉丝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彼得森这么受欢迎呢? 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粉丝? 他和他的观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尤其是在年轻的男性中 关键词就是责任 在给十二条规则中所写的前言中 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师诺曼道奇博士 一针见血地写道 为什么不称这本书为指南 一个比规则更轻松、更友好、且不那么死板的词汇呢? 因为这些确确实实是规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你必须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毋庸置疑 完全正确 在格迪斯堡的皮克特大冲锋失败之后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南方联盟军将领罗伯特·李 起码到战场上去迎接撤退的联盟军 并对他们说 都是我的错 尽管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 因为许多人批评李的下属 朗斯特·李特将军当天的作战不力 但李仍然承担了战败的全部责任 敢于担当重大责任是伟大领袖的标志 半个世纪前 或许更早些时候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能够履行个人责任 他们精心照顾家人 对工作尽职尽责 大多数人让孩子在家里分担些家务 鼓励年长点的孩子找暑期工作 并要求孩子在学校好好读书 当成年人办杂了事情 品行端正的那些人会主动承担错误 自那之后 这种个人责任的概念 似乎慢慢消失了 在每天的头条新闻中 在身边的人群中 我们能感觉到这种变化 我们创造了一种受害者文化 例如 辍学或者是无法升任工作的人 不会责怪自己 而是把矛头指向别人 例如不称职的老师 或者严厉的主管等 有的时候 他们也会怪罪于家庭教养 缺乏资源 甚至是种族问题 最近一些事态的发展 促进了这种受害者地位的提升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异乎寻常的 并且不断地强调种族问题 目前在公司、大学、学校和政府里 盛行的这种种族批判理论 鼓励女性和少数族裔 将自己视为压迫制度的受害者 如果我们静下来想想这种理论 正在对年轻人灌输什么 我们会感到震惊 告诉一个15岁的女孩 她是受害者 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真的想教育出这样的公民 让他们一直坚信 有某种不可逆转的力量 正在阻碍他们取得成就吗 我们的政府 也削弱了我们的责任感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政治家和官僚们建立了一个保姆式国家 推出的计划都是帮助穷人 流浪汉和单身妈妈的 然而这些善意往往助长了依赖心理 而不是真正的帮助人们重新自立 我们的治疗文化 也让一些公民摆脱了责任感 尽管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治疗是有益的 但真正的危害是 这些人在接受咨询时 会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父母 而不是主动承担责任 并寻求自我改善 最后 当今的道德相对主义 也削弱了问责制 当我们宣称自己是道德仲裁者的时候 当我们将相对主义的范围无限扩大时 我的真理不是你的真理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只要我不伤害别人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这些都是几乎不可能的 我们的文化肯定会崩溃 因为它无法承受这么多 不同的原则和标准的重压 正如彼得森在十二条规则中 所写的那样 也许如果我们生活得体 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脆弱性 和死亡的不可避免 而不是怀有那种先有怨恨 然后是嫉妒 最后想要复仇 和毁灭的委屈的受害者心态 彼得森所说的 如果我们生活得体 意思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通过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 克服人生中的常规考验 纵观整个历史 无论男女都在寻找通向幸福 和安康的途径 圣经中提出了十戒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克流 在斯多噶哲学学派中找到了答案 年轻的班杰明 富兰克林设计了关于美好生活的 十三项美德清单 仅上个世纪有数百名像乔丹·彼得森一样的作家 他们都撰写了提升自我的书籍 为读者提供了改善生活的哲学和实践方法 几乎所有这些导师都强调自我控制 克服各种恶习并拥有良好的品行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和规则 了解并实践美德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帮助邻居 努力工作 养家糊口 先把自己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 再去考虑改变世界 所谓先修身齐家 然后治国平天下 还有就是当自己未能达到标准时 不要怪罪他人 我们能够传授给下一代的最珍贵礼物 就是对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 我们可以从小就教他们这一课 给他们读故事 比如美国预言故事 小红母鸡 还是莫瑟·麦耶的 我刚刚忘记了 或依所预言蚂蚁和乍蒙 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可以给他们讲解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他们完成的各项任务 做出的各种艰难的决定 并承担最后的结果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伟人 都会勇敢地承担责任 这些都可以用哈里杜鲁门总统办公桌上的 一个标语来概括 推卸责任到此为止 家务活是另外一个让孩子成长的理想工具 就像从文学和历史中学到的 我们可以从小就培养孩子的一些理念 比如分担家务 保持卧室整洁 以及完成力所能及的小差事 我家对面的四岁女孩 每天晚上帮妈妈摆餐桌 她非常享受给妈妈打下手的感觉 甚至还要求多做些家务活 我认识的再大一点的孩子 经常帮家里扫血 残草并看护弟弟妹妹 这些事情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为长大在外面做暑假工 将来能够独立生活 以及照顾自己打下基础 学校教育也同样担任重要的角色 认真写好作业并按时交给老师 这就是一个学生成熟的表现 如果一个十年级学生把作业忘在家里 就会因持交而被扣分 那这种情况下 家长是应该把作业送到学校里 还是让他的孩子承担后果 并从中吸取教训呢 每天甚至每时每刻 都是让我们建立和加强责任感和义务感的机会 婚后我们有责任爱护和照顾配偶 即使在外面工作不顺利 或者在家里小孩斗嘴而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有了孩子 我们要尽父母最大的责任 培养他们体贴和善良的品格 在逆境中保持坚强 在需要的时候不惧怕说实话等等 在家庭之外 我们最大的责任源自于这句黄金法则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句古老的格言适用于任何场合 从给老板工作 到有礼貌地对待便利店的店员 就是这么简单 通过早期的培训和不断地实践 我们不再把责任当作是尖头的重担 而是成为我们自然的本性 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对个人职责承诺的束缚 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加强大 更轻松地承担责任 另一则好消息是 我们教导责任越广 承担责任越多 我们就可以让周围的世界变得越美好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